第二个无耻,我们要讲哈里王子 哈里王子这个星期出书 但是他被一家书局玩 在Swindon Swindon近我们,在Blegetown和Wedding之间 在Swindon的书店 叫Birds Books 他在厨窗里面 就将哈里王子的书 和How to Kill Your Family 并列 这个和当年某份报纸 某份免费报纸 将阿嬌 和阿一鲍鱼的并列 这个是不是关联销售大法 这个吸金能力一流 你想看完这个SPAIR的揭秘 接着可以顺手 就看《How to Kill Your Family》 这个豪门復仇的小说 但这个《How to Kill Your Family》 这个小说是非常受欢迎的 真的很成功 本身是有销路保证的 我看中文简介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 他其实是 这个桥段好像以前 亚氏方刚做开那些豪门復仇的企 但是如果你说说现在 如果你这样去比喻 这个哈里的王子復仇记 又不是说说不通 但是他这个王子復仇记 又復仇成不成功呢 那我们不如看看他现在 这个UGAF 最新的民调 这个就是说哈里王子 其实他由2012年起 到现在的民调表现是如何 首先 人家英国做的民调都很公允 正面的意见和反面的意见 两样东西都会并列出来的 起码让你看到全面很多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相关性 你最威风的时候 哈里王子最威风的时候 应该就在2011和2013年间 其实他都上升到80 一直都保持到 就是2017年 其实正正就是他和梅根 结婚之前那一年 之后呢 这个不是唐朱凳 这个是这样的 梅根 就是陀衰加 一直令到哈里的受欢迎程度 一直下滑 跌到现在呢 是去到26 好像不止26 我刚刚看到 今天看到有些报导 26 正面的26 负面就是64 所以扣减 两者扣减之后 现在的民望正直 就应该是-38 -38 是有史而罪 但是最恨人真 而呢 他这个恨人真程度 其实也是有 现在的本书 那个受欢迎程度 是不是都可以引证到 因为据闻他这本书 发售之后 一个星期都没有 他率先被这个 西班牙抢杂 好像先卖了 西班牙文版 就在西班牙那边 就已经是先卖了 所以呢 那本书的内容大要 就基本上 英国的传媒 就已经透过西班牙文版 就翻译出来 就详细报导过的 嗯 所以其实那些 内容的剧透了之后 其实就没有什么发生 就是没有什么发生 其实大家看报导也看到 正如我们之前 我们上个星期 在节目里面都说过 我就看着那些 就是那些报导来说 说些什么呢 又说你是否十七岁破处 跟着又说以前 在阿富汗 執勤的时候 有杀人 射低了二十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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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件事 勒兴了 陆军 陆军之余 还勒兴了 阿富汗的塔利班 如果是这样的 勒兽 但其实说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很英雄 就算他当兵的时候 他执意当兵的时候 他去执勤的时候 都很大争议 那时候也有很多说法 你自己作为皇室的身份 你去当兵 你去做空军 你去做空军 什么位置都好 当你在前线里执勤 你就会令到军方冒着很大的风险 你有可能会变成 就是毛泽东的大仔 当时没有这个想法 毛泽东的大仔叫什么 毛岸英 毛岸英 变成蛋炒饭 但当初是没有这个想法 原因就是说 英国的法例 已经保障了 保障了当兵的权利 不是保障当兵的权利 而是保障了皇室继承人 就可以当兵 就没可能上前线 他只不过是第三号的继承人 所以 他现在的阴影就是他士啤 所以他连改书名都叫士啤 多么自卑才行 就是因为他要上前线 所以他自己本身的感觉不太好 这种士啤的心态 其实他不是第一个 我记得以前是马加烈公主 或者安德鲁王子 是啊 其实他们都有一种士啤的阴影 你以为你是第一个吗 不是啊 不过就是他特别强烈 所以才不做这个 working royal 然后呢 再走出来 跟他老婆一起 就爆料 又写了书 即是继承不到皇位 就攬炒 之后就求财 求财不得的时候 就攬炒 不是继承皇位 而是说 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拿不到想要的东西 这次 跟着呢 其实就说 你不明白 他就跟他老婆 就在那里吵架 你不明白 我作为士啤的心态 多么惨 那他就祝你好运 之后就是说 他不知他和梅根 然后私奔 之后就祝你好运 我觉得你未来 你会很难过 他这样说 最后就是 但又这么说 虽然很多人就说 新书半嫁是否制销 其实就不是的 只不过是说 本书本身已经预订了四十万册 那 那 被花生有炒 已经是 就包了底了 没错了 那所以就是说 你皇子 无论本书 你买到三折两折都好 他已经封了蝎本门 战煲底也好 封了蝎本门 之后呢 你喜欢买就不买 但是就是 你现在看到 就 真的好像 那个热情退减得很快 而且 这本书也都未为他带来 任何的 一个延后的利益 名誉上面就没有的 名誉上面就没有的 你见到UGAF 金钱上面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他仍然可以继续租他的豪宅 和陶宾老婆国富裕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些钱也不会花很久 因为好像他们这类人 多多钱都不够花的 但是就 你玩臭了自己的肚子之后 就很难有下次 等于 如果你靠爆料维生的话 其实就 你会减少的 你会减少的 就是等于郭文贵 郭文贵 其实他说来说去都是 胡锦涛时代的大陆 他还要是胡锦涛时代 好像是东北那边的官场 如果你要爆料 除非你里面有内认 但内认里面的官 其实是常常换的 等于习近平 他自己本身那些 你可能知道最多内情的 就是做国安的人 但是习近平 换国安的人 换得很频密 所以 如果你是里面的人 要引人事的调动 你一个离开了的人 就是 你要靠爆料 你真的不会玩得很久 亦都不会有汪东兴那些人走出来 所以我们就 虽然我们也都离开了香港 我们不是靠爆料 我们也都无料可爆 所以就很公平的 就是你觉得 我们说的东西有用 那你就听 但是你问回头 哈里 他除了爆料 出卖自己这个皇室的私隐 讲这些秘民之外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本事 有什么本事 真的想不到 因为你 例如说 威廉王子 即现在太子 他那个状况 原来他比他父亲有钱 是啊 因为说他投资 比他父亲更加紧慎 很喜欢买债券吃息 现在 虽然说 他现在债价在下跌 但问题是 他息率升 那时候 是令到 威廉王子的身 架水涨船高 但这件事很少 在哈里王子身上 听到 嗯 哈里 他本身就是 如果你说 对于君主制来说 应该是 继 戴安娜之后 对皇室的权威 冲击最大的 一个潜在危险 但是问题就在于 我觉得他也不聪明 这次就是 但是 就是 你说他年轻 那些人会比较支持他 因为 支持哈里那些人 就其实是比较 是对 君主立憲制 君主制 开始厌倦了 我们是否应该 走回共和制 我们走到好像美国那样 所以其实年轻的人 就对哈里的支持度 是会比较高 但是 如果你今次 UGAF的民调 你说看 年轻的 group 18至24岁人 这些年轻人 对他的护感 和支持度 支持度和不支持度 其实就是一半半 就是40对40 没有感觉 是最差的 所以现在 对于皇室来说 哈里王子 这个危机 最危险的期间 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就是 你看到皇室那边 一直都冷处理 你喜欢出便出 你喜欢说便说 你喜欢说便说 就是那一只 而事实上 你问英国 现在都发生了很多事 你爆料 买好本书 那时候便看了 还有 我见前几天 也有个留言 就说 我们曲解了哈里王子 他出这本书 就是为了 攻击那些小宝 因为那些小宝 例如说 The Mirror Daily Mail 那些 哈里王子的口中 这些小宝 就是 揭避 本身就是 因为揭避 他们成为家省的元兇 所以他就要说真话 他现在又靠这些小宝 去唱衰自己的家人 这个真的很矛盾 这个可能对哈里王子 自己来说 是一个 猜不到的后果 他以为 他可以和那些小宝 玩 但问题 大哥 说明年代的人 永远 就会玩过你的 我觉得 真的 都不是捉他好运 最好就不要运 最好就不运 最好就死亡 真的 我觉得 就是 他这些人 就是 你说 你要坐順風車 有時候這些小人 如果你要成功的話 你要成大小 即是年輕人 對君主制 會有厭惡感 他會不斷剝削 我們的平民階級 然後滋養你們這些 皇室階層 對我來說有什麼益處 如果你繩住這些想法 然後抽水 未必不行 很簡單 你搞共和制 第一就是省錢 你省多少錢 你有沒有概念給予人 譬如我欺負你皇子 他說他攻擊 如果他走出來攻擊 我爸爸很大小 爛賭鬼 買了很多 外面有很多海外資產 但現在不是 現在新衛城的身家 還富裕過查理王子 查理三世 現在新衛城是歷史中 最有錢的英國手相 現在他上去列斯 都會坐私人飛機 被人罵 現在新衛城 剛剛被司機嫌側的 就是問新衛城 你說到你自己 這麼支持這個NHS 但是為什麼呢 我問你NHS的細節 為什麼你實問狗不知 究竟你有沒有用過你當區 因為他修咸頓 他修咸頓 那邊你能不能說出 十個NHS的醫生 結果說不出 結果 這些就是很屈肌的 就像以前區議會 論壇 你能不能說出 九龍東有幾個地鐵站 你可不可以順序排出來說 這些就是很難說的 但問題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 狀況就是 因為李新衛城 不肯說清楚 究竟自己是否用私人醫生 他說這一點不是關乎私人的問題 而是說 大哥 你作為NHS 或是這麼說 一個政府總負責任 你竟然不用 不了解政府的公共服務 服務的質素 程度是怎樣 然後走去跟別人討論 這件事很嚴重的 你離地 誰有空 你欺負你王子 你那些事有沒有公共性 說你自己怎樣 跟你哥哥在那裡 吵架脊臭 然後又說人家怎樣 種族歧視你 你說人家種族歧視你 梅根 這是很惡毒的 你是想借那些 那些左膠 你去仇視王室 但也都說過 為什麼呢 這麼多年來 英國是沒辦法廢除王室 第一件事 固自然是 他的根基很強 第二件事 其實政府也有實際的考慮 就是 我當你公投員 成功地廢除王室 那大問題 你王室入面的資產 你接管之後 你保養也要錢 Philip Schoen 他說我們兩位 勾搭穩食就可以 你勾搭穩餐 飯食就不行 標準在哪裏呢 起碼作為英國公民 哈里 離開了王室 納稅人 就可以給少一份 你為什麼不說 安德魯王子 在美國叫雞 他還要丟架 大哥 兩位大哥 我又沒有支持過 安德魯王子 我們沒有支持過任何王室 但是 你把我們 講話 找飯 找餐 跟哈里 王子 兩夫妻 去比較 這件事 就有點九不八八 坦白說 我們又沒有了解 我們說明 就沒有了解 我們沒有出賣任何人 你覺得我們講話有見地 你就聽 這些全部是公開資料 對嗎 很公平 我們講的公開資料 所有評論人講的公開資料 我們沒有出賣任何人 我們也沒有出賣 這些王室私隱 我們出賣不起 因為我們不是王室 是吧 你收得皮美 然後 Shera說 玩小報 只是遮醜報 不肯吃大鑊飯 自以為 出去找大茶飯 就是她的目的 杜杜拉承 她已經頂了以前 Yellow Star 真的辛苦了 Yellow Star 這陣子不知道她去了哪 有網友說我們不理她 是啊 蓋倫 蓋倫說我們不理她 你想說些什麼 是啊 如果有話想說的 你就留意我 我們現在看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找回前面 真的不知道你 你也是跟其他網友在吹水 不過 所行 你看到就是 查理三世 都算是幾好EQ 這件事上面 其實她都沒有 很急躁去應對 這件事 就是你看到那隻烏鷹 飛來飛去 還有在她的角度來說 始終皇室這個地位 在英國來說是象徵性 也沒有實權 所以對她來說 就是 我只要不跟哈利王子 對麻批評 不影響那個形象 就可以了 因為她都很清楚 黃室就是全英國最大的公關公司 她管理的就是 除了英國的形象 就是一堆城堡 大哥 但是在說Royal Heritage 已經有很多事她做 有空理你 有阿泰家黏 之前說 楊小姐很大方 收工經常請工作人員吃飯 就是楊子瓶 楊子瓶 如果是的話 可以順風順利 因為其實你做 你做電影事業 或者做演藝 其實你都會做人 圓滑 又未必有圓滑 其實你大家都很辛苦 你做那些 尤其是做燈光 做photalk 或者是做戲鬼 那些 那些很忙 有些明星很大牌 很嚇人 你講過鏡頭 不滿 又看回頭 NG幾十次 就拖到人家 沒有工很放 放不到工 有OT 但是如果你說 你自己 辛苦人一回事 但是都懂得獎勵人 你都會懂得 有些心意 人家都 會調戲順一點 幫你做事 我記得 那些人以前說 張子儀也是 張子儀更誇張 她不僅僅請你吃 我不是說 只是請你吃東西 就是 很多的秘聞 是否請攝影師吃波餅 真的不知道 很有企圖心 一說起演藝界 就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是啊 很厲害 很激烈的 賺食格 你說起電影 原來這個飯器工心 因為現在快要是農曆新年的關係 在香港再做一個賀歲版 1月19日 大概是年28年左右 就在香港那邊公演 嗯 是吧 都幾快 我們自己看了 沒多久 但是你說這個飯器工心 都是今年才播第一集 現在這麼快就播了一集 感覺就是 中間那個時間 好像 加得很近 這樣 因為這套本身是賀歲片 本身就是拍了前年拍的 很久的 去到去年年中左右 才有第一版 接著來到我們英國那邊 播映那個 十月幾的時候 那個叫加長版 然後再 因為要因應那時候 沒有什麼 不是新年 沒有什麼節日氣氛 所以那個就是加長普通版 現在就再 因為圓圓整整本身是 砌出來就變成賀年片 所以才是賀歲版 我看回陳榮新的Facebook 就是 那好吧 我支持 不過你變成 王子華會不會變成自己打自己 不過有一點點不同 他的毒舌大狀 就不是說喜劇來的 但如果你說飯器工心 那當然是喜劇 就是賀歲 但是原來 這個毒舌大眾 都好像有電影發展基金資助 原來都有 有拘捕到 現在你一定要拘捕 你才能夠成為第一個本 之後你才可以 銷售其他的老闆 找人埋班 問一下古天樂 再可不可以幫忙埋味 肯定有些是非精 就走出來 為什麼不多謝政府 像陳榮欣 你多謝古天樂 都不多謝政府 你是不是人來的 就是講小句話 這些八婆 你除了可以講是非之外 你對電影業有什麼貢獻 你說賊賞 你說香港的電影人 拿不到資助 你豈不是很開心嗎 陳榮欣 就算我不資助 我不資助這些正義回郎 都放夠一億給你 給夠一億來拍這些回歸外國電影 都不會有人看的 抱歉 那些就是被左派機構包場 分餅仔 到時到後 就再組織一個聖事基金出來 然後把錢花光 陳詠欣根本就是侯著這筆錢 他以後每一個區議員都會有自己的關外隊 是吧 全部都放了 喜歡怎樣就怎樣 有人幫你收風 幫你篤灰 我想接下來陳詠欣應該就會攻擊小薯企阿冰 他拍Youtube就拍Youtube 你幹嘛拍周冠威那裏 算了 不要給他了 真是這些 我估計到 不用我給了 公開資料 這些人就真是 他不務正業 自己有一事無成 他人生就是靠篤灰上位 就是靠拆鞋上位 他除了這些聖事 但是 當有一天 你再沒有利用價值 再不在你現在這個議會之位的時候 你只是批准一個 他比香港人鄙視 真的 就算是田北辰 好理很多 你講 大家都是 舔共的 但是 你舔共得來 有沒有這麼討厭 有沒有作這麼多業 都有分別的 田北辰我覺得 起碼他 有時他講些話 未必對聽 都沒有你這麼混亂 會不會阻礙電影業發達 會不會阻礙別人在賺食 田北辰 他自己本身有門生意 所以他最關心的 那件事是香港的市面 是啊 起碼他 這些就太適體大局 你香港 你香港做得好的時候 我也有分淡食 但是陳永恩這些八婆 除了吃這些刷鞋錢之外 是沒有自己其他生意的 很明顯的 是啊 工聯會就是一群這樣的狗流 這群 胡憑狗黨 工聯會是 對吧 你問我們 為什麼會給正面的評價 田北辰會給正面評價 寬姐這些外面有生意的建制派 人生得意 江玉寬 是啊 是啊 喂大哥 江玉寬的政績是地產律師 你田北辰本身就是生意人 喂 香港的市場不好 他們兩個就不好 他們拿著這個位 他們乃共 人家不是說只是舔你議員的份工 他是透過這份工 他們想做的 就告訴政府 喂大哥 應該要怎樣做生意 這些就叫雙贏 是不是 你香港好 那他又好 其實這件事 不一定是 你做一個寄生蟲 陳永恩這些八婆就是寄生蟲 還有工聯會理事長 吳秋北 吳秋北 這些是寄生蟲 這些是 亂咬人 垃圾都不如 還有西門梓敬 懂得說英文又怎樣 懂得說英文又不用被人吵 是不是很多人招呼你 來到英國的時候 真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好像這一節 好像都有課金 難得 有啊 大家老闆 多謝 好多謝 好啦 大家 是時候睡覺啦 兩點鐘了 是啊 起碼我們這些直播人數沒有跌到 都還有升 真的 好 明天再見 回來再見 拜拜